大家好,我叫卓安南,你们的第一位主办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关于菲律宾的海外工人 在别的什么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海外工人是什么,有什么定义 海外工人或者OFW是在国外工作的菲律宾人 而他们出国的原因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 以便满足他们住家庭的需要 这件事经常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而在这各样繁多的事业电影当中 儿童是最文明的 这部电影收到了各种批评家的备受赞誉 常常被当作菲律宾的最好电影 今天的节目被分为三部 以缘菲律宾观点和中国观点 接下来安同学会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谢谢卓安南 大家好 在2000年 你由Roy Quintos来导演了菲律宾家庭电影 有Filmer Santos Roy Quintos来导演了 他休假回想又不让他投递新建 因为他的主人对他这样 他不知道任何事情 连自己的丈夫失去了的休息也不知道 于是当他终于回国之后 孩子们对他的远恒忠神 不明白他为他们所做的牺牲 现在我们来看一位在菲律宾长达人 对这部电影有什么反应或者想法 Aline同学 大家好 我叫Aline 这部份的主板 在我眼里 这部电影不只是在讲 这部电影 还帮我的故事和声 也实在讲 家庭家庭的关 他也是母亲的爱 他为了人给自己家庭有更好的物 这次我们的生命 他在外国受了死多人的负责 也都是为了他的孩子们 可惜的是 他的孩子们以为 他就见了他们三个复杆 是他们的愿恨众生 终于第一的一个愿望 就是和其孩子们合选 并为他们要主意 这部电影 是在表示母亲 归离孩子的深爱 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 就能做任何的事情 做多么的事情 并原谅孩子们的错误 接下来我们再欢迎一下 住在中国景业的女人同学 今天他会给我们讲一下 他对儿童有哪些思绪 谢谢Aline 大家好 我觉得菲律宾的海外 工人很想中国的农民工 像海外工人 他们也离开家乡 到达城市 去找工作 事实上儿童跟我最近看过的 一切都好很像 儿童跟一切都好都是 在讲父母的爱 和他们会议中的遗憾和错误 在儿童母亲出国找工作 而在一切都好 父亲是一位考古学家 所以常常不在家 在两部电影当中 孩子们对父母有怨恨 但是不一样的是在儿童 在自门工人的展示 愿恨恨恨一切都好 孩子们藏了这个感觉 不让父亲做事 两部电影的父母都想 与孩子们充电光行 并充进廉址 但是当他们伸走 时候就发现 他们根本不认识自己和孩子 跟他们所想的王权不一样 他们会想后悔 但是到了最后双方 还是会互相宽恕和接受 那今天我们是到这里 这是Miguel 谢谢再见